現在繼續開會 現在要繼續逐條討論以下條文 請各位看對照表第四十二頁開始 請問委員尤美女等人提案的第二章 第十七條不好意思 林昌作委員提案第十七條 日期威士 中文字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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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設計喔 就是 就是这个所谓的档案人员 那么可以去接触 这个接触大概就是去阅读 所有不开放政治档案 依法尚未解密的档案 那这个部分 你们请档案局说明一下 我们现行的状况 跟照林委员的这个提案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请说 跟委员会说明 那个目前对于 凡是有列密等以上的机密档案 移转到档案局之后 它是用密封的方式 所以如果说要指定 由档案人员去做开启 事实上会涉及到 还要去阅读机密的这个文件 那对于核定经历等级的权的 本来的规定就是应该在最小范围内 去行使保密的义务 所以如果是这样处理 我们认为可能会有一些 不太这个合宜的这个疑虑 以上 请问各位同仁的意见 有委员 因为这里其实在处理的 当然它这里有写说 逼本条例对其执行之必要程序 政府机关不得拒绝 因为这里它其实最主要处理的是说 政府机关动不动就把它列为机密 或是把它列一个密等 那变成什么都不能够看 那这个像说处转会的 或是说这个答案局的这些的人 它变成下面的这些报告 没有办法去执行 所以等于是说它是可以去看 然后是不是对这里面有一些部分 它其实不应该列为密的 譬如说它应该降解密的 它没降解密 然后它可以去报告 请求相关的机关去把它降解密 否则的话现在 我不太知道就是上一次的这个问题 就是已经依照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保护法都已经解密了 它现在用一般的文书处理 那用去把它依照一般公务 然后又列为密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变成它还是继续保密啊 那30年你看到30年 30年到之后 它还可以再30年 就永远都看不到嘛 所以这个部分我不晓得说 你们怎么样去处理 当然它这样的一个规定 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它还是要负保密责任 那负保密责任就等于说 它不能够对外讲 那它看了以后只有它一个人看 它不能对外讲 它看了以后干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里面 是有它的一个困境啦 所以其实比较 就是回到那个核心的问题 还是应该不能够腐烂的 已经30年到就应该全部解密 除非它是依照国家机密法 而且就是有情报的 就是有情报来源 影响国家安全重要 重大的影响的 这个才能够继续列为机密 否则的话应该全部自动解密 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啦 是等一下再请提案委员来说明啦 不过除了刚才油委员所提的 这个就是这个说可以去翻阅 接触大概只可以去看里面的内容嘛 那看的目的是什么 他看了他不能核定解密啊 因为他不是这个机密的 档案的这个核定的人员嘛 那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就是 主管机关指定是档案人员 这个档案人员指的是什么 是什么人是档案人员 我不晓得在法条里 前面的条里有没有做定义啊 他是档案局负责保管的人 或者是档案局里面有 被指定具有这样的权责的人 他可以到 现在可能还没有移转到档案局的机关 去接触这些档案 他指的是什么样的身份 那您了解我们提出来的这个疑问吗 17条我大概跟您说明一下 就是刚才有人提出来说 当然我们了解 为什么会定这个条文 是对于现在的这些 包括永久保存的档案 永久保密的档案 也没有人接触到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保密 那但是呢如果去看了的人 假设有人有权去看 看完之后他还是要依法 他还是必须要保密 他也不能出来讲说 他觉得不应该保密 否则的话他就要去说明 为什么不应该保密 他就要去引述里面的内容 这一点会有困难 而且他可能不是依法被授权鉴定 所以这个牵到第二个疑问 就是这些所谓的叫做档案人员 他是只是负责保管档案 或是他有专业的能力 可以去鉴定这个档案 是不是应该继续保密 他是不是应该降解密 但是所谓的档案人员 他是具有一个固定的身份 或者是针对各个不同的档案 他被主管机关指定 他针对某一个档案 他有权利去接触 但是他只是针对这个档案 那针对其他的档案 他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这个您要不要说明一下 我大概了解刚才有委员跟赵伟的意思 那因为我们其实同时今天 因为我们前天讨论到这些永久保密的部分的时候 后来我们有在今天有再提一个修正东西 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这17条相关 但是我们那修正东西不知道有没有送给大家 那是第7条的还没 但是也许我们第17条就 我觉得我大概理解这个状况 但是如果用我们现在要提的修正东西 就是意思是说 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核定为永久保密的 那档案局得指定人员检视 那指定的人员我们看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规范 那当然我们也是要这个尊重档案局的这个专业判断 那视为原核定机关书面授权知悉国家机密 也就是说档案局指定的这一些人员去检视 他就视为是原核定机关 他书面授权知悉国家机密 那今审定后如果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 也就是说他其实不应该被这个当成这个永久机密的话 由档案局送回原本核定的机关 或是他的上级机关来核定全责人员 那个核定后解除机密 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在修正第7条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我第17条其实可以不坚持 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们刚才 虽然省委员不在 但我们每一条都保留了嘛 所以也可以再来 之后我们希望可以再来讨论一下 我们之后会再讨论了 那17条您创中委员所提案 17条我们就不予采纳 不过可能我们在 因为刚才有委员刚才讲的也没有错啦 国家机密保护法或者是勤工法 这个部分要再做处理 可能在政治档案法里面想办法要解套 恐怕有困难啦 你说这档案局说我指定一个人去看 国安局说永久保密了说 然后我决定说这个该不该保密 我跟林文说他们不敢派 他们不敢做这个事情 因为谁去 第一个他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那谁敢去看 看了之后你可能就要 一辈子就晚上睡不着觉 就是你有没有那个 他其实现在应该是一个鉴定的过程 这个鉴定的过程 适不适合由档案局来做 这恐怕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档案局他只是负责保管档案 他不是去判断这个档案 该保密多久 他要这样解密的这个不是他们来做判断啦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讨论到您 这个修论东西随时提出来没有关系 我们在协商的时候再来谈也可以啦 不我大概我的建议是说 大概在政治档案法里面做这个处理 恐怕是没有办法 他就回到他原来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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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家约条跟勤工法去做处理 才是这个正本清源啦 好才有办法处理啦 好不好好谢谢 好我们请看第二张 有委员跟林俊宪委员的提案的第二张 还有林昌卓委员提案的第三张 江明我们就不予采纳啦 好请看林昌卓委员所提案的第十八条 请看第四十四页 因为这个十八条还有 您觉得有必要再保留吗 因为这个其实是跟后面的第十九二十条等等 其实是联动的啦 那我最主要就是希望说在这边可以把它写明 就是他确立这个政治档案的开放应用的目的 就是要最广泛的应用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会提到的这个 隐私权啦 资讯自由等等啦 这些的的的的的的部分要建啦 但是我建议放到 放写这个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未来我们在讨论其他的开放应用的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回归到说他就是为了要最广泛的应用 对 好 请问党案局的意见 在第十八条 十八十九二十条是 您这个意见可以一并一并说没关系 好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的第八条 一直到这个十一十二十三 其实都是在规范整个政治档案开放应用 透过不同的类型提供不同范围的这个档案的内容 所以有关这个十八条这个原则啊 事实上在我们礼拜一讨论的第一条的这个意志里面 修正之后的条文内容应该是可以涵盖 然后具体的开放的这个方式 我们会在第八跟十三条这边来做规范 所以是不是建议这个条文是可以再请委员再斟酌 谢谢 他是这个因为我跟你说明了 答案局的意见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您在第十八条十九条二十条的规范 他们会放在第八条是这样子吗 一八到第十三条我们都有在规范整个开放的机制 但是你们有看过林委员的提案的这个十八十九二十 的这个规范的方法包括电子化跟没有电子化 还有包括已经移规主管机关保存的等等这些 跟你们的这个条文的这个规范是有重复吗 好那是委员让我再针对十九条二十条再做说明 那十九条的部分委员所关心的是电子化的规定 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前面的第五条第七条 其实对于原来的保管机关以及移到档案管理局之后 我们都有复制储存的规定 里面就涵盖对于电子档案的数位化的处理跟命名的原则 其实都已经有规定了 所以应该是在这边可以不用重复规定 至于提供复制品给外界来使用 这个我们在现行的档案法实行细则里面 已经有规定说档案的应用是以提供复制品为原则 所以应该也可以不用重复来订定 这是第十九条的部分 那第二十条的部分呢 目前我们对于国家档案 已经有一个国家档案资讯网里面公布了 所有移转到档案管理局来的档案目录 那这个目录呢 我们目前其实也有全文的政治档案的影响 大概有二十几万页 已经在这个目录上提供使用了 好那所以说对于委员对于二十条里面 说要建立线上查询资料库等等的这些规定 我们目前其实已经也有 而且这些全文档案的影响 我们陆陆续续都会经过这个检视之后 会逐步的来扩增全文影响的内容 那委员的第二项有关于申请的这个过程里面 应该同步来做公布的这个规定 因为每一个申请者他的身份不同 所以事实上他可以拿到的 例如说是本人的东西可能是全部 是第三人的东西他可能要做这个隐私的去世别化的处理 所以我把这个内容去公布可能会造成 反正造成使用者的困扰 可是这些资讯呢我们在内部的管理系统其实都有掌握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形成所谓的 可以对任何人公布的流通版 那就会变成我们的全文影响可以公开上网的内容 我们会去逐步的扩增可以开放的范围 好 以上说明 林委员你要不要先比对一下这个条文 我们回头再来看好不好 那我稍微想问一下 就是说您讲的18 19 20 您的版本的这三条 那因为照档案局的说明是说 有一些他们在现行的规定就已经在做了 现状就已经在做了 或者是在这个适应细则里面就已经有定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您的这18 19 20这三条是可以不用定的 好 没关系我稍微再做个 回去再做个整理 但是在第八条因为刚才有在提到说 其实有一些部分已经在第八条可以来做处理 但是因为第八条里面有一个还是我比较关心的 就是在这个下面 就是第47页的下面这边有 中间这边有提到前两项政治档案 有第二项第二款情形者 也就是经移转机关表示有严重影响 国家安全利益或对外关系推动之余等等 因于档案届满50年才提供阅览或复制 这个部分我还是有一些疑意啦 就是说我们在这些档案上面又做这样子的限制 是不是有需要 对那这个部分希望这个档案局这边可以再思考 我现在做一下宣告就是 民进昌桌委员等20人提案第18条 19条20条我们暂时保留 好 对于行政院提案的第八条 请 修正动议 第八条修正动议请宣读 修正动议 请参阅第二页 第八条对照行政院提案 将 第七项修正为 机关依下列规定 做成公告时 应将该公告及所依据之市政 复制档案局列为国家档案 提供应用 一 一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第六条第三项规定 做成撤销有罪判决 与其刑 保安处分及没收宣告之公告 二 一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 做成赔偿及名誉 回复之公告 三 一戒严时期不当 判乱暂斐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 做成补偿及名誉回复之公告 四 一戒严时期 人民受损权力回复条例 做成权力回复之公告 条文区部分同提案条文 另修正行政认版的立法说明 详书面内容 宣读完毕 这个 洪世雄委员 林昌作委员等的提案的这个 第七条修正东西 麻烦一并宣读 修正东西编号一之一 对照行政认体案版本第七条 针定第四项跟第五项 分别为 一国家机密保护法 核定为永久保密者 档案局得指定人员检视之 市委员核定机关书面授权 知悉国家机密 今审定后若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第五条规定 由档案局送员核定机关 或其上级机关有核定权责人员 核定后解除机密 前项员核定机关 或其上级机关 遇三个月未表示意见者 市委解除机密 天安人委员洪慈庸等 谢谢 好的 请党案局对林委员刚才的疑问 麻烦请回答 陈如刚刚主席所提到的 对于国家机密的核定永久保密的事项 确实有一些请自专业的判断 党案管理局的人员要做判读 或者是请我们上级机关来判读 可能在实物上确实会有一些困难 将来确实 第一个可能没有人愿意做这个被指定者 再来我们在判读上的专业 因为其实国家安全的价值 跟人民资讯权的价值 它的权衡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说对于有关永久保密 或者是依照国家机密法所核定的这些机密档案 我们的看法还是希望能够尊重原核定机关 因为这个也是现代国密法的基本精神 就是原核定机关 它会依照它的密等 不同的等级 它要指定不同的人有知悉权 或者是有这个审阅的权利 跟解降密的权利 所以这个权利的移驾到档案管理局来 我认为会有一些这个不容易执行的地方 所以第二项的第三款 这个 金平现在是要我说明的是第八条还是第七条 第八条 第八条 就刚才临上座委员问的了 那我现在刚刚说明的是第七条 不好意思 对就是第八条 就是他说问的这个 建满五十年跟七十年的这个部分 是好 那我针对第八条的这个委员的这个询问的事项 目前我们针对经过原移转机关如果表达有这个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利益 或是对外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事项的时候 他致辞在五十年要开放 主要我们有参着国外的一些做法 以及国内在过去我们在做机关征询的意见所做的综合处理 目前对于国家安全或是对外关系 在其他国家的立法力确实有所谓的豁免公开的这个机制 然后他们也会订定一个致辞开放的年限 这个年限从四十年到五十年六十年的情形都有 那我们在内部这个征询机关的阶段 那确实像外交部也好或者是国安单位等等也有提到 确实有一些对外关系上的疑虑 你满了三十年它虽然可以解密 但是在对外提供上面仍有一些疑虑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案例 在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些例外的处理 那之前立法院的法治局对于年限的部分 也给我们的这个参考的建议是 可能以五十年是不是比较妥事为宜 所以我们中整考虑了之后 目前行政的版本提出来就是以届满最次五十年 这个部分最高保护的年限是到五十年 以上说明 好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保留 我们还在讨论内容 还没有到要不要保留 你慢慢接电话 没关系 没有没有 我还在问各位 因为刚才有英文提出对内容有意见 来 优委员 这个 能不能请加一下 就是档案局对于就是我们所提 我所提的这个修正动议的看法 第八条的修正动议麻烦请说明 我们对于委员的第八条的修正动议 让第七项的内容更加完整 我们没有意见 那只是在编号的格式上 可能建议就是依照那个法条的格式改成 不是瓜糊阿拉伯数字 那其他的部分我们没有意见 好 谢谢 好 如 来 中委员 谢谢 因为 我们礼拜一在讨论第七条的时候 虽然是保留 但是当时我们在第一项 第二项的时候有一个出原机关序名 有保密义务之法规依据 后来大家讨论结果就是法规改为法律 那个规制就是 对吧 那现在那个 那我们第八条也是一样 是不是要跟第七条要有一致性 我只是 是不是请 好 有你来说明 主席我是不是针对刚刚委员的 好 请说明 我们目前因为在第八条的设计上 是针对档案当事人 那他在阅览超路复制跟相关档案 是不分年限的 就不管有没有满30年 那在目前的第二项的 第一款的文字 依法规核定 看起来比较能够涵盖满30跟没满30年的情形 那我们上一次在讨论的时候 是针对他自动解密 或者视为解除机密 所以不能有这个法规 我们是让他更严格 依照法律 我们才让他可以继续保护 所以是不是能够做区隔处理 好 谢谢 好 您的问题 这样子终于了解了 好 那请您委员 我是有一个地方有点卡关 因为刚才我们在讨论第七条的时候 我也蛮同意说 就是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永久机密 永久保密的 我们就回到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 看怎么去做处理 可以重新来审视 那但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第八条的这边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档案 他真的是有特别的敏感 不管是对外关系 或是国家安全 所以他只能被公开 但是不能被超路 被传越 被越南 然后对外 他有一些他的限制或复制 那这个为什么不放到国家机密保护法 去做一个新的一个等级上面的处理 因为其实两个我都觉得有他的道理 都有他的道理 我只是在于说 那我们到底在政治档案条例里面来处理呢 还是要在国家机密保护法去处理上面 我觉得我们在这两条上面 好像就没有一贯的一个态度这样 允许我先补充一下 你说 我们在上次讨论第七条的时候 其实是针对他的条件成就 就是他有明定他的这个解密的条件成就 还有就是他的保密的期限戒指 所以这是很明确的 因此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视同是自动解密 另外就是如果满30年 保密满30年 然后他又没有法律的依据 这个部分呢 我们视同解除机密 由档案局这边来处理 那这个都有依据的 可是因为永久保密这件事情是 国密法的12条很强制的永久保密的规定 所以如果有局里面再做记录的话 我认为对于档案局的权力我觉得太扩大 也不是也不是好事 所以建议这个部分是不是还是回归到 这个国密法本身对于国家机密的 这个原核定机关的这样的一个意志跟精神 来做处理可能比较妥当 当然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再听听 这个法律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 或者是比较多这个国家机密等级的 这个相关的机关今天有在现场 建议委员或许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档案局的建议是建议就是 以我们上次这个第七条考虑这个范围来做 局里面来做的处理 其实这个部分对于局里来讲 已经有很大的承担 那对于永久保密的介入 或者是属于依法和业机密的等级 到档案局去做的介入 我们认为不是太妥事 以上 应该是这样讲了 就是国家机密保护法它规定的是 对国家机密的保护的这个程序 包括它核定机密 它解除机密 那这个 这个档案法是在于这个 不再列为机密 或者是它已经可以 它已经解密的 你解密才会有越南 或者是这个叫做超路陈列的 越南超路复制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解密的话 它还在那个30年之内 它就不会有这些 所以它这个是在规范 说我已经解密了 可是我能不能拿出来给人家越南 这个它还是会有一些规范 这个规范在这个地方 反正都已经每一条都保留了 我们到协商的时候 我们回去再会整一下 是我们再花点时间再整理一下 好不好 谢谢 好请问各位第八 邑委员 我还是看不太懂 就这里的那个 第二项的第二款 所谓已经移转机关 表示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利益 或对外关系推动之余 所以这个是指说 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的 就是已经超过30年 它仍然认为属于绝对机密的 所以它仍然盖 永久机密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说 你只要过了50年 就全部都要解 就是你就可以操入 还是说是他们已经把它 就是说因为已经30年到了 所以它没有再盖机密 或是密 或是绝对机密 那只是口头上表示说 这个是有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你只能够给它超路的 到底是哪一个 请说明 我们在这个处理上面 对于档案 是不是有列密等 它会在第二项的第一款 那就解决了 那第二三项指的都是 已经没有列密等以上等级的档案 但是它有这些疑虑 我如果先举这个第三款 可能委员比较清楚 就是说我已经解密的档案 但是内容可能有个人的 身份证字号病例 或者是他的家里详细的地址等等 这种我必须要做分离之后 才会提供给第三者来使用 那对于第二款的意思是说 它已经解密了 但是它的内容 例如说我们国家处境比较特别 因为我也许等一下外交部 我也可以说明 当时他们跟我们表达的意见就是 有一些可能你跟其他的国家 有一些合约关系 甚至有一些承诺事项 它不是满三十年就能够提供使用 但是它可以解密 但是在使用它可能用 我们尽量开放 用分离的原则 把需要引这个继续保护的部分 来做分离 其他的部分还是可以提供使用 而不是全部的做密封 因为目前对于密等以上的档案 我们是采取密封 就是内容任何一个内容我们是看不到的 可是已经解密的档案 我们可以依照它的内容实际的状况 去做最大开放的分离处理的原则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分 分离处理是到了 譬如满了50年满了70年之后 它就不再做分离处理 对 的意思嘛 对 包括个人隐私的部分也是 满了70年 我们就不再做任何的分离处理 不管是阅览超路跟复制 全部不做分离处理 所以也就是说在它解密之后 还要在有一部分的档案 是要经过致迟70年或者致迟50年 它才能够做全部的公开 部分的资讯 对我知道 好了解 那请右远 我还是没有解惑 因为这里 所以这里你的第一款跟第二款 那就第二款它这里写说 它会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利益 或对外关系推动之余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 它可以解密 对不对 那解密你只要分离就可以处理 那你第一款的依法律规定 何为机密档案的 那那个如果说它已经满了30年 它还在继续把它盖成 绝对机密或机密的 我不晓得它跟第二款 到底有什么差别 因为事实上 就是说当它是遇到 这个国家严重的这个东西 都可以分离 因为并不会整个档案里面 全部每一个 每一个字都跟国家安全有关 所以它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这里面的 这一页 或是这一页的几行里面 它的情报来源 可能会牵涉到 有些人的人身安全或什么 所以我这个部分 必须要把它分离处理 或是我把它遮掉 可是其他的部分 没有影响的 它就应该整个公开 而不是我把整个档案 就已经30年了 我继续能够跟它盖机密 或是绝对机密 或是永久机密 那别人连动都不能够动 所以我不太知道说 那个标准到底在哪里 让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国家机密保护法 它最高也只能保护30年 那在对外关系上面 它到了30年 因为我们刚刚第七条 已经处理了嘛 它没有法律的依据 它依照国密法 它最过就是30年 那可是它因为 有外交的对外关系的疑虑 所以它可能目前的现状 它会去引用文书处理手册 让它再用密的方式来保护 好那我们前面 第七条已经处理了 如果没有法律的依据 它其实不能继续保护 那所以因此 大概用我们第七条 可以解决多数的问题 只有少数的机关 因为对外关系的疑虑上面 它认为还可能30年 解密了之后 还有一些保护年限的需要 那这种情形 也不会让它是口头 而是在机关移转档案的时候 它必须针对 它档案的哪一个内容 依照什么的依据 跟什么样的顾虑 它有在保护多久的依据 它必须书面陈述 不是用口头 它必须书面陈述 而且它在陈述上面 有可能当然是委员讲了说 是整份整卷 也有可能只是其中的某几件 因为我们的档案是一案一案 可能里面包括一案有很多卷 每一卷里面又有很多件 那它在表达意思的时候 它也许只是针对某一件 或是某一卷 或是某一案 它认为有这个疑虑 需要再保护 那保护最多的期限 是不能够超过50年的 大概这个条文的设计 是这样的意思 对 林委员 我这样越听 其实是越担心 我感觉调查局 应该整份就都会 我们本来认为 现在要求它开放的 它可能之后就都引用这一条 然后反而是比本来还久 本来是30年 它引用这一条可以50年 努力的部分 就是说两位委员的意见 一直是这样子 假设我这个整个档案 可能 那个核定机关 它可能对其中一个名字 它觉得 这个要在 牵涉到国家安全 好 好比说在外交上面 说不定我们在游说的过程里面 有提供特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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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回报 给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 这在过去可能会常常见到 那么 它可能会怕引起 这个 纠纷或者是引起到其他的这个问题 它可能要求把那个名字给 就必须要遮蔽 那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 但是它如果要求说 那你这份档案 要整个要 在隔离 假设它是一份支出的报告好了 这整个要在 整份 你就不得工 叫做 阅览超路或复制 要在50年 那是整份档案 要继续被 隔离了50年 那这个就是 委员的疑虑嘛 好 那如果 我今天 因为我相信 这个核定机关 它一定 它既然会把它 这个 这个 这个列为 要保密30年 它当然希望保密越久越好 好 这个是合理的 站在他们的立场 但是你们是照单全收呢 或者你们会有个判断 那你们凭什么判断 这个也就是 为什么在 林昌作委员会 他们会提出来 这个有这个委员会的机制 可能在这边就会发挥功能了 对不对 其实你必须要找人鉴定 说那我应该要做什么样 叫做最小 最小的隔离 那这个是你们要做决定 还是他们 你们会照单全收 那请说明 我说明一下 因为像如果是属于第二项 第二项的第二款第三款的情形 它就不会有迷风的概念 就会是像比较像是刚刚委员所 所这个关心的方式 因为它不是密等 所以它不迷风 不迷风到它的内容资讯 我们的保管人员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如果有争议事项的时候 我们会再来做个案的处理 那原则上在机关它 因为这个属于对外关系 或是国家安全利益的 这样子的机关别 其实是有特定的对象 那他们在提出有这个疑郁的时候 这个东西因为不是列密等 所以整份文件是不迷风 我们是看得到内容的 我打个岔 因为有很多档案 你没有公开 外面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档案 所以你们看得到 但是问题是 我不知道有这个档案 怎么会有争议呢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说 你们曾经做过哪些事情 我不知道啊 你们要公开了我才会知道啊 各位说明 所以我刚刚有特别讲 凡是一道档案局的 我们经过点搜入库了之后呢 我们会检视一下它的目录 目录会先公布 就是只要是解密的 当然如果是列密等的目录 目前依照我们的私情细则 还有我们的机密档案管理办法 机密档案的目录 它是不公开的 但是我们会做内部的掌握 可是只要是解密的档案 一定会在我们的 国家档案资讯网公布 所以目录的资讯会先出去 然后呢当你来申请的时候 内容的部分就会依照 法规所赋予的这个 准博的原则 我们再来决定 哪些内容是需要经过去识别化 哪些内容是需要保护多久的时间 请您委员 所以是不是意思是说 他原则上 本来的机关认为 他应该就是符合 现在第八条你们写的这个 他移转机关 他认为有严重 影响国家安全等等的 这一个疑虑 所以他档案上面 他有要求在依照下面所说的 他50年后 才可以提供阅览抄论或复制 可是做研究 或是想要看这些档案的人 在网路上还是可以看得到他的目录 所以他是看到这个目录 例如说他什么什么什么案 几月几号的什么什么案以后 他跑去调阅的时候 就拿来看到的是 有很多很多资料都是被遮蔽的 所以他认为这一个档案 怎么可以被遮蔽呢 怎么可以有50年之内 我都还不能看的这个问题 或是我去直接就说不能给我看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争议 他可能就会要求档案局说 这个应该要拿出来再重新审视等等 然后原机关也会 但是以现在的你们的那个超 你们的资料库来看 其实很多是连案名 大家都看不懂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很少人是把你们所有的资料库 一个一个点 然后我一个一个拿出来看里面有什么 所以应该不会 我是知道你说的状况是刚才这样 可是如果我上面都是一堆数字跟密码 其实我也不会每一个都去拿来看 所以我觉得先后上面可能很难达到 刚才你说的那一种真的发生争议 因为没有人看到内容 说明一下 确实在处理档案上是非常繁复的程序 这的确是 所以我们在礼拜一讨论的第五条里面 我们有规范 政府机关在移转之前 那个目录 我们之前有讲说清查只给它一短的时间 可是来移转之前 我们会有一个指定的移转的期限 主要就要它做 先做整理的事项 这个整理的事项就包括 它的立案跟边目必须要含到案件跟案卷的两个层级 同时假设说有应用限制的话 我们有要求在这个第五条的第一项第五款里面有要求 必须依照案件层去序明你开放的类型 如果你有部分开放或是不开放的情形 你必须要序明它的法规依据 跟什么时候是可以开放的要件跟年限 所以我们在于机关在移转前的这个要求事项 在政治档案里面就要求的非常的细部 希望让机关移出来的东西呢 资讯能够完整的表达出来 是 我就直接问 就是直接讲比较具体的 例如说陈文成事件 陈文成命案 那你现在请移转机关他们 送过来的资料 他最后整理成为的案子 案件上面就会出现陈文成的名字吗 那这样当然想要做这个研究的人 他就会去查 还是说他出现的只会是一个很奇妙的公文数字字号等等 那一般人看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就不会发生去拿出里面的资料 才发现怎么不能看的问题 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有 有些案名上直接就会有这个 大家所关心的这些人民 这样的比率其实蛮高的 另外有些当然会用代名代称 例如什么佛城专案啊 什么这样子的好的内容 那意思就是他们不想给人家看的 他就是内容也不让大家阅录 然后他名字也弄一个大家看不懂 那就会发生刚刚我们招委讲的那个结果 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 自然就不会发生争议 那我再跟委员补充 就是我们对于国家档案的编幕 是有用一个叫做国际通用的一个EAD的格式 它的栏位是分四个层级去编幕的 里面要求的项目很详细 像主题的人事实地屋 我们是要编的 另外还有案情的栽药 我们是要编的 所以说只要移出来档案局 我们经过我们重新的描述整编之后 它的讯息是会绝对大于 只有一个案名跟案由的 例如说如果委员去看 我们国家档案资讯网上的佛城专案 里面包括的内容的案情 我们在案情栽药跟人事实地屋 甚至人民有时候一个案 我们会超过两百个人民 我们都把它建到我们的目录资料库里面 让你可以用全文检索 去检索到你所下的条件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要靠 很多后面的人工人力去做很细部的整理 所以确实在档案的 整个整理的成本跟人力的资源上面 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如果越移越多的档案 它其实需要的成本的时间是越多的 那目前以我们第六度来讲 其实它的量已经七八倍于 我们过去五度的内容 局里面目前是动员所有的人力 优先会处理政治档案的内容的描述 跟数位化的工作 以上 那我这里想要请教一下 就说现在他们政府各个机关 一专给你们这个档案局的 这些的政治档案 那都列为公务密 那现在它列为公务密的东西 到底是属于第一款 还是属于第二款 如果它是列为公务密 依照 因为我们现在第八条处理的 就是有包括30年跟不满30年的 满30年不满 所以在这里面如果它列为公务密 如果应该是满了30年 然后解密之后 它把它列为公务密啊 不一定 不一定 其实因为 对不一定 因为有些确实它还是在 公务密合理的30年以内的时间 它是合理可以保护的时间 所以如果是 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说在30年内 对 它的密等不是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 它是依照一般的公务的机密 是 那一般公务机密的根据是什么 就只有你们文书处理 根本没有法律啊 它没有明定开放的这个 就是解密的时间 但是它有要求 如果你一旦订定密等以上等级的文书 应该要续明保密期限跟解密的条件 当然实际说 在各机关实际操作上 未必都能够明白的定定 这个保密期限跟解密条件 所以就会有所谓的 要再进一步的做 讨论跟确定的这样的工作 所以依照刚刚委员所关注 如果现在移转进来档案局的 它仍然在列 列密等的这个情形 它会是属于第一款的事项 那但是 第七条里面 我们在条文的设计上已经讲 如果你满了三十年 你又没有法律的依据的话 它如果是用文书处理手册来定密等 它会进到我们第七条里面所讲的 视为解除机密 档案局就会跟这个移转机关 来做后续的这个公告 跟通知的这个 跟必要的处理的机制 所以会是属于第一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因为我们第七条的设计 已经让它更开放了 所以他现在就说 好今天移转过来 那他把它改成公务密 那因为它已经超过三十年 所以你们依照第七条 可以要求它要 视为解密 所以视为解密之后 它是不是可以又回去 依照把它换成 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再去把它盖成一个机密啊 是不是可以 如果 超过三十年了 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定是满 是最长只能保护三十年啊 没有错 对 所以它不能够再回去把它盖成机密吗 依照法律上的规定是 它那个已经不 因为国家机密保护法 还有规定它 是 的核定的这个 就是说它在多久以前 必须 之内必须要核定了 假设它在那个时候把它 呃 引用这个 行政院的这个文书处理的规定 它列了保 它这个没有定期限的 它就已经 在这个档案 发生的时候 这个档案在国家机密保护法所规定的那个 呃 是两年之内它必须要核定 它就没有核定啊 这第一个 第二其实是把 这个 有的人的担心 大概不会发生 就是说 因为它 呃 列为密等的 这个不是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 它这个本来是在 呃 呃 这个文书上的处理 什么叫做文书上的处理 比如说一个 招标文件 哦 它 它必须要保密嘛 它在保密到这个招标 这个案子结束之后 它就自动就解密了 哦 这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 因为因为一般的机关 它不会去说 我核定说 我这个要保密三年 保密五年 因为它这个案子结束 它就不需要再保密 所以它大概是 它只是说有一些机关 它就是 把应该用 国家机密保护法来核定的案子 它就用 这个行政院的 这个文书处理的规定 它这个就偷机取巧 这个其实 这个规定不是用来规范国家机密的 它是用在你在公务上面一般处理 它有时效性的这个保密的一个文书的保密 对于这个文书的保密 所以它把它用来 作为 呃 取代 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所核定的这个 这个年限了 好了 反正我们这条先保留了 好不好 好 请说 其实哈 我 我也赞成 这个像类似那个 林毅雄血案 这个林宅血案 我也认为应该查清楚 这答案应该公开 陈文成教授的 台大陈文成教授这个命案 我也觉得 应该要调查清楚 类似像这样子的 这个事情 我们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 我想很多事情是 的确是需要公开 但是 我们也很想知道 尹清风命案到底它的结果是什么 可是这涉及 涉及算是国防的秘密 那我也很想知道 319枪击案的一个情况 那我也很想知道 陈水扁总统的国务纪要费 到底是什么样的实质内容 可是在这里面呢 319枪击案以及国务纪要费 陈水扁总统的国务纪要费 却不在我们这个 这个政治档案条例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在民国81年就结束了 也就是你们的期限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这样这个其实大家都很共同关心 一些事情 应该是要工作于事的 就该工作于事 我们也不反对 但是在这个时间上 一个是时间上太针对性了 第二个也针对是针对国民党 当然我们对这个事情 还是要表达我们的抗议 但是对于现在你所 我刚刚一直在查 你所涉及的这些政府部门 国防跟外交算吗 要谁回答我 国防外交算 省委员您可能有一些 省委员您可能有一点误解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政治档案之外 您所提到那些 如果是档案的话 它还是要依照档案的规定 来做保存跟公开 并不是说 除了政治档案法规范这些之外 其他就不是档案了 它还是档案了 它还是根据一般的档案 如果它有核定为机密 它要根据这个规定来解密 它还是要保存 它还是要有做运用 这是没有问题的 它并不是因为不在这个里面 它就消失了 比如说隐清风命案的相关的资料 它还是国家的档案 只要它是档案 比如说您所关心的其他的 它还是档案 它不是就 它就可以随便把它销毁 或者就把它就藏起来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恐怕您有点误解 对啦我是有点误解 因为我以为你是国发会主委 在帮我解释内容 但是我要跟你讲 就是说因为你时间 只限制到民国81年 我想知道的东西 我没办法知道 但是当往前追 我对于这个隐清风命案 对林毅雄雪摘命案 跟陈文成的教授的命案 我都很关心 因为这些都是社会所关注的 我过去年轻的时候 当记者 陈文成教授的书本 我还把它藏了一百本 结果被大家追 被我追到六台警察 抱围住了 我曾经年轻过 但我对这个陈文成的命案 我一直当记者的时候 我一直很好奇 可是现在我们也很希望 它解密等等 类似上是该解密 但是我还是要讲 这个法律太针对性了 因为针对国民党 第二个是针对这个时间性 应该是要 既然是属于政府的 这个档案管理条例的话 就应该是国家档案管理条例 就应该涉及 从民国34年光复之后 到未来都应该算在内 这是一个 第二我再次请教你 也就是说 这个有关于政府的档案 当然都会存在 那现在所涉及的 是不是解密的问题 那刚刚我看很多委员都在讨论 是解密 解密是30年才解密嘛 是不是 这解密含国防外交吗 还是不含 是都不含 因为国防外交 有其国家的特殊困难性 可以回答吗 我想先跟委员说明一下 档案法是在 91年1月1号就施行了 那在档案法里面 它没有限制时间 时间 它也没有就是特定的对象 它就是所有的政府机关 那这条法律有啊 这个法律有到81年啊 所以它界定为 档案法的特别法 那目前档案局所 这个收藏的这个国家档案 最早可以到明清时期的 这个档案内容都有 好那我们目前局里面 公布在网络上 已经有320万名所的目录 所以我来请教你 国家档案法所规范 是永久性的国家档案嘛 对不对 刚才我们主席都在说嘛 对不对 档案法里面它规范的 包括定期跟永久 对嘛 定期有要求机关 要有一定的标准的 作业程序去做 是啊它本来就有了嘛 对 然后永久的部分呢 满25年 依照我们现在 档案法相关的规范 它是要移到档案管理局来 变成 经过审选之后 那是属于国家档案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那个 政治档案法 不是针对国民党来 而只要国民党的档案而已嘛 因为国家档案 既然都存在了 那我们国家档案法 也存在了 叠长家务的目的 不过是为了要 要来搜索 国民党中央党部嘛 把这些党案 再带走而已嘛 或者各地方党部 去搜索一下 或者是李正辉家去看看 或者是历任党主席 还活着党主席家里去看看嘛 搜集一下 他的日记 有没有写什么秘密 你们日记 日记都在里面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一直 我一直很认真在听耶 我跟你讲 我今天我们中常会在开会 我开一半就跑回来 我想想不行 我立法院还是中 我还跑回来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因为我都在当 我在听听听听听 听出来 真的他们所关心的这些秘密 这些经理 我都很 我也很关心 因为社会瞩目 我们都很想知道真相 但是 除了这真相之外 我看你 因为你在国家档案法里面 其实本来就有了 在这个就是叠床嫁屋嘛 所以我刚才在问你一次 我不是不清楚 我不是不知道 我只在问你一次 从你的嘴中 从你的口中知道 去看调查局的资料 我看几些委员 有好几个委员都很关心 但我们也关心 但有些时候 如果涉及是国家经理 不可公开 你当然还是不可以公开 否则我们国家的这些秘密证程 都曝光了 那怎么办呢 国家以后还要不要做这些事情呢 对不对 那如果很多事情 如果是国家所为 而不能公开者 我们还是不能公开 但是这个公开与否的尺寸 当然我们以一个 这个立法委员 或者是想要去了解真相的立法委员 可能无法知道他的解密程度 可是我们也要信赖 我们的政府 可是我现在 我看我们的委员 也很多不信任政府 而现在来讲是民进党执政 你真的要去了解 怎么会了解不到呢 不是国民党执政呢 你们过去所遗余的事情 现在就可以去了解了 你蔡英文总统 你行政院长 你调号局长 都你们派 都你们派 现在的行政首长 都你们派 你们要查怎么查不到 要看怎么看不到 看国家档案都看得见 所以你要看什么都看得到 所以既然都已经有 国家档案法的立法了 而且都事实各机关都有 存在过去及现在 以及未来有可能存在 任何档案都存在 还要立这个 这个档案法干嘛 要立一个政治档案法干嘛 这个就是针对国民党 冲着国民党来 所以我还是在强调一下 谢谢 你也强调过了 我们也保留了 讲什么 好好谢谢 第九条 麻烦请局长说明 针对行政院版的第九条 我们主要是针对 非档案当事人 在申请阅览超过 跟复制政治档案的提供方式 那他跟刚刚第八条的 当事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他必须满三十年之后 他的这个开放的这个 提供方式才会比照 前面当事人的这个方式 那如果没有满三十年的话 原则上就是要经过 这个去识别化的 这个分离的处理之后 才能够提供 阅览超路跟复制 至于相关的这个 最次开放的年限 以及年限计算的方式 都跟第八条一样 以上 好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第九条 照行政议提案 保留保留 好 第九条 照行政议提案保留 请各位看 油美女委员 林俊宪委员 林昌卓委员 等提案的 第八条 跟第二十二条 提案人要不要说明 油美女要不要先说明 这个是 申请人的 申请的 程序 那档案局 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油美 我们先请档案局 说明好了 好不好 谢谢 针对档案的 这个申请阅览 超路复制的规定 目前在 档案法施行细则 以及我们另外 有订定一个 国家档案 开放应用要点中 都有详细的规范 所以有关 第一项的内容 应该是可以保留 因为已经有相关的规定 那另外委员关心 如果有这个 急迫的情势 可以优先处理 目前我们已经参采了 委员的意志 把它 行政院板 已经把它放在 这个条例的 第十二条的 第二项 有相关的规定 以上 好 谢谢 所以 我不坚持 好 如果提案委员 并没有坚持的话 我们 有委员 有额美女委员 提案第八条 林立宪委员 提案第八条 林昌卓委员 提案22条 我们都不予采纳 请各位看 行政院提案的第十条 请宣读修正动议 第十条 修正动议 对照行政院提案 增订第三项 依法有权调阅档案之机关 得依相关法律规定 调用档案 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 立法说明部分 修正详书面 宣读完毕 好 一位要不要说明一下 我们最主要的是 把那个 就是在立法理由里面 那个令 就说属依法有权调阅档案的机关 如立法院 监察院 监察院 然后法院检查机关 还有促转会可依法律及机关档案 检调作业要点第八点 至规定 依法调用档案 不适用本条规定 那我们把 只是把这个立法理由 这部分把它 就是移到条文里面 把它讲说 依法有权调阅档案的机关 得以相关法律规定 调用档案 不适用前二项的规定 就是说 他依法有权调阅档案 的机关 跟他可以不照 一般的 借调的这个程序 来做 做 做申请 做 做调阅 就是他有其他的法律规定 譬如说法院他调阅 他自然就有一张 那个 行政状法 来 请问这个 答案局的意见 原本行政院版本之所以 没有订定 而放在这个 立法书名里面 主要的原因是考量 现有的这个调用 有调用职权的 机关 原则上都有 法律的依据 所以其实不用规定 也本身就具有 调用的权利 这是行政院版 没有列的 主要的原因 那 如果说 委员认为要放进来 比较放心的话 我们 导师建议就是说 对于 原本在调用机关里面 对于 第八条 第二项 第二款 跟第三款 原本就没有限制 调用机关来用这个 所谓的 40年 对外关系不能开放的 或者是 影射问题 本来就没有限制的 那 只有差别是在于说 机密档案的部分 我们在 第一项的 这边的规范是 必须要经过 原移转机关的同意 那 委员提案的这个版本 看起来有意思 希望 也不用经过 原机关的同意 那这一点我们 的看法是 原则上前段 第一项前段 不适用 没有问题 但是 我们希望能够保留 就是 但是可以着条文 就是说 如果说 要调用机密档案的话 我们建议还是要 至少要 会同原机关 来共同办理 会比较好一点 好 原的版本是说前两项 至于第二项 因为如果说第一项 第二 第八条的第二款 跟第二项的第二款 跟第三款 已经不限制的话 就没有第二项的问题 所以第二项是可以 不用把它放进 所谓的例外的规定 只有第一项的前段 然后另外对于 机密档案的部分 我们建议 因为已经第七条 已经做得很开放的事项 如果今天依法 它已经是必须要 继续列为机密档案的部分 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要 会同原一转机关会比较妥当 以上 好 那这个又有您的意见呢 因为依照你们原来的立法理由 并没有说要再去会同原档案机关 对你们原来的立法理由 你们直接是写说 可以起法律及相关档案 减调作业要点第八点的规定 依法调用档案 不是用本法的规定吗 因为现在的机密档案 只要是密等以上 它一进档案局 它就是密封 档案局是没有权利去开这个封 我们只是先保管 然后会定期要求机关 去积极地办理解降密的作业 所以假如说不是用这个规定 就变成是要经过原一转机关的意思 所以在实务执行上是会有困难的 今天如果说好吧 愿为了查案的需要 然后他今天来跟你 因为原来就原来可能正 就是说法院要调档案 都会去向原来的保存的机关去调嘛 所以原来保存的机关 他自己就会去决定说 他要不要给或是依照什么 依照他们的规定 那现在他把现在所有的机关 就是把政治档案都移到档案局来 所以今天法院是向档案局来调嘛 那今天向档案局来调的时候 你们到底要不要给 所以你们这里原来讲的就是说 依照他所根据的法律 他是根据什么 比如说法院 他当然就是依照刑事说法等等来调 所以在这里你是说还要再去会 所以你是要 法院要喊请原来的保存的机关 目前只要是依法有权调用的机关 原则上除了机密档案 我们会同步请原机关通知他们 来并同处理之外 其他的档案我们是都会提供 因为在法律上本来就赋予这个机关 还有调用的权利 局里面没有道理做任何的阻挡 也没有任何的分离 全部是会提供 可是因为密等的东西 在局里面的保管的现况 他是密封在这个机密档案的封套里面 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请原机关 经过他的同意 再来决定要不要给 那通常原机关的做法 会是来局里面就把这个机密档案 调回去检视 看看他能不能给 再来做决定 那如果说 要把这个立到条文里面来的话 我们建议是至少要会同 或是还是经过他们的同意 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不适用前二项的规定 或者说你要改成 不适用第一项的前段 跟第二项 第二项不用写 因为第一段前段已经不适用的话 就没有第二段的 第二项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 一定要列进来的话 我们建议文字是 不适用第一项前段之规定 分号 调用机密档案 因会同运转机关 够办理 以上建议 请委员参考 因为你的第一项后办论 就是要原调机关的同意啊 对 因为移转机关的同意啊 对那已经把它排除了 你要再 我把它着修 如果不着修也可以 我把它着修成会同 不是 不是同意 是会同啦 看有没有这个需要 就是说你要通知他 说现在 对 到底是通知 还是同意 或者在两者中间 有什么样的 其他的 这个方式 这个没关系我们 跟优委员说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这个不 反正这个条文也 势必要保留啦 那请这个 不好意思 请档安局跟 跟这个邮委员跟林委员 能够商量一下 在中间怎么样 可以找到一个 折中 那因为如果说 要经过同意的话 显然是不合理啦 就是 你原来核定的机关 我还要你同意 可是 我到底 要不要给你一个机会 说你为什么 希望不要提供 的原因是什么 那他说不定 他有他的 这个正当的原因 这个我们不知道 那要不要提供给他 这个机会 可以大家再想想看 来林委员 不好意思 因为我后面 可能要先离开 那因为 接着的几条 其实也没有 我刚才再 看了一下 并没有特别 要坚持的部分 在这边先跟大家 说明一下 那虽然说 应该也都会进到协商 但是先跟大家 说明 那在离开之前 也最后还是想 跟省委员 再沟通一下 因为省委员 也在这边 也花了很多时间 我想 刚刚召委 当然也有说明 那最主要就是 政治档案 它毕竟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 专 我们现在设定的 很清楚的 在独裁 威权时期的 一个时间 然后它是一个 系统性的 然后造成 人民在 追 追查这些资料上面 过去 长期以来的 一些问题 包括说 前面我们在讲 征集 解密到开放应用 以及它现在散落在 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不同的机关 都有不一样解密 跟它的规范的 一些做法 那造成 那甚至于有一些是 个人资料 以及公众利益上面 隐私跟公众之间的 一些冲突 所以 因为 这一整段的历史 大家想要知道 真相的时候 都遇到了 很多的困难 所以最后把 所有的这些困难 汇整在一起 希望让大家 在征集 应用 阅览上面 都能够有一致的 一个标准 也让大家比较好用 所以 有了这样的立法 那如果 审委员认为 例如说是特定的命案 例如说 尹清风命案 或是说是特定的 贪腐事件 现在 社会大众广泛在 寻找这些资料上面 也造成一样的问题 例如说 散落在不一样的地方 或是他的解密的密等 乃至于 这些公务人员 在给大家阅览上面 都有不一样 不同机关 都给不一样的刁难 所以国民党要提出一个 例如说 贪腐档案条例 然后来解决 所有学界 所有对于 这一个 这个这样子的 应用上面 困难上面 一次来解决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可以去主张 其实几个贪腐的案件 过去检调机构 也都直接进入 这些政治人物的家里面 去搜查搜证 这些档案 最后的应用 如果造成学界 来自于后面的人的 追查的困难 或应用的困难 我真的是觉得 你们可以去整理出 这些困难 因为这些政治档案条例 是长年以来 学界整理出来的困难 由大家整理出来 觉得可以一起来解决的 一个条例 如果学界也对 贪腐事件 有一样的发现 有一样的 这个档案调阅上的困难 有拿几种态样 就像现在大家 对于政治档案条例 政治档案里面 发现的几种态样 可以怎么解决 做出一个 通盘的会整以后 来 提出一个 贪腐档案条例的草案 我觉得这个是 就可以解决 你刚才讲的问题 但是这是两件事情 那你把它混在一起 谈的时候 我们会 真的 我也觉得省委员 你在这边也蛮浪费 你的时间 你可以稍微的 这个 思考一下 要不要接着 不一定要继续这样子 谢谢 好 我们第十条 先保留 请看第十一条 对行政院提案第十一条 请问各位同仁 有没有意见 对行政院提案 对于那个 几位委员的提案 对于这个 揭露的这个 规定 党案局的 有没有意见 这个部分我们 已经参采了 委员的意见 把它归纳到 第八条的这个 就是有关于 个人隐私 跟私人文书 还有它最迟 开放年限的 规定里面来处理 那另外 委员这边 本来就有一个 意见就是 如果对于 答案内容 认为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请求 加住个人意见 附券 有关这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并到 前面 让这个 党案当事人 有这个权利 可以来申请 相关的附券资料 以上 好 如果我们照 行政的提案 通过 请问各位同仁 有没有意见 那请留言 你这个 刚刚最后 就是我本席的 最后一项 我们再 加住意见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现在这里 就是想要请问的是说 像那些 枪决前后的 这个照片 它涉及到人格权 那这个部分 到底是可以 越南还是不行 如果依照政治 档案条例 目前的设计 枪决前后的照片 我们是可以提供 越南朝路复制的 没有做特别的 这个保护措施 任何人 对 只要满三十年 满三十年 三十年 可是这个对家属而言 他们一直觉得 就说枪决前后的照片 其实牵涉到人格权的部分 尤其家属会觉得 让 就自己 就当事人自己看是OK 大家属去越南OK 但是给 所有 不相干的人 就是非当事人 他们也能够去看的话 那如果说 他也不是要等到七十年 我不想知道 他是要算是三十年的 还是算是七十年的 目前 因为他 其实如果依照 上面档案的记载 他已经枪决了 他其实已经是 在相关的资料上 是没有保护的 因为我们 我们各自要保护的是 自然人嘛 但是因为考量 是家属的观感 所以在现行的 我们的作业里面 确实是 是家属要同意 才能够提供 那但是因为 也有很多人 会执政局里面说 这个部分甚至有时候 在其他的这个 文件上面 可能都已经看得到的东西 而且已经是 枪决的这个照片 没有道理要 就档案决在做 进一步的分离 所以我们在这个 条例的十五条 也有特别的规定说 你在申请 或者知悉 这些内容的使用上 必须要符合 相关法律的保护规定 不能够做这个 不当的这个扩散 来做这个补强 我们目前的做法 规划的做法是这样子 这个相关法律是指什么 您说 包括了 个人资料保护法 跟著作权法等 我们在立法的这个 说明栏里面 有特别举例 因为举不完 所以只要有保护措施 那上面 比如说 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 对于个人资料的使用 它其实也有法则 它其实有要求 在使用上 应该要遵循的 相关的规范 所以我们没有 重复订定 我们只有说 你要遵循 那为了清楚 所以在立法说明里面 有特别举例 包括个人资料保护法 跟著作权法 等等的法律 以上 好 第十条 请问各位同仁 对 来 邮委员 第十一条 我能不能再请教一下 你这里政治档案中 所在公务员 证人 检举人 及消息 来源的姓名 化名 代号 及支撑 所以是只有这些东西 提供 约览 超路 还是还会有 其他更多的 因为事实上 在我的 第三条 的那个定义里面 其实我有提到 所谓的个人资料 那个人资料里面 其实 还包括蛮多的 那现在就说 这些东西都不会提供 就只是提供你们这里 所谓的 姓名化名 代号 知别 只会提供这个而已 那其他的都是 属于 就是个人资料保护法 里面的个人的资料 OK 确实在我们的 立法说明 有特别提到 我们会处理的是 在法条里面 明定的 但是 这个个人资料里面 它可能会包括 例如说 身份证号 甚至家里详细的地址 好 那因为详细的地址 有可能 后人都还住在那里 所以我们还是会 依照我们的 去识别化的原则 只会保留 现实以上的地址 以下的地址 我们会做 遮掩的处理 然后身份证 资料等等 我们也会做 分离 大概是这样的 处理原则 好 第十一条 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 没有意见 我们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请看第十二条 有意见忘了讲 第十二条 刚才 如果行政院通过那条 第十一条 好 那我们第十一条保留 第十二条 任务任务任务 对不起 那个 请看第六十二页 林昌卓委员的提案 第十六条 对于各资的这个遮蔽 就是照规定 对不对 就刚才您说明了 所以 林昌卓委员的 二十六条 应该不必再 制定 不必再定 好 好 民营委员所提案 第二十六条 不予采纳 请看行政院提案 第十二条 请问各位同仁 有没有意见 我们十二条 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有意见 好 第十二条保留 请看油美女委员 提案第十二条 林俊倩委员 提案第十二条 林昌卓委员 提案第二十八条 这个是对于 档案当事人的通知 这个部分 请问 请问档案局的意见 在这个条文里面 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 有关于调用 这个部分 我们在刚刚的 讨论 第十条的时候 已经有做了 意见的交换 那这个部分 就并同那边保留 再来做处理 那至于当事人 要逐一通知的 这件事情 在实务上 确实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 政治档案 或者是档案 其实能够移到 变成国家档案 都是时间 已经很久了 所以所谓的联络资讯 第一个 在档案内容 不一定有联络资讯 第二个 这些联络资讯 都已经老旧 可能有所变更 或甚至 无从查考 而且同一份档案里面 常常那个当事人 是多达 数百个人以上 假如要一一查考的话 每一个申请案 它们很难 在三十天之内 能够准博给 申请者来使用 所以在实质上 确实是 有困难的 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会在 第八条里面 去设计 要有 自辞的开放 的这个时间 就是你只要有 个人知道 这个部分 最晚 就是七十年 他就不做 任何的分离处理 好 以上说明 谢谢 委员的提案 都大概 会说如果 治安难行的 或者并无 重大法医 受侵害之余 得免除 该项通知的义务 那只是 这个 刻意于 你们 这个 如果说 做不到 就可以免除了 义务 那这样还有困难吗 好 优优人 你有没有意见 比较牵涉到的是说 个人其实 比较私密的 这些的个人的资料 其实应该是说 个人资料 保护法里面 保护的这些的资料 那如果说 你要把它提供给 公务机关 或是 228纪念基金会 应用的时候 那至少要通知 档案当事人 比如说他里面 可能有一些 他的 职业 或是说 他的个人的一些资料 他的地址 或是联络电话 等等 我不晓 因为这里面就是说 因为你同样是 政府机关来调 那这里面 如果牵涉到一些 个人的一些资料 那就与政府机关之间的 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可能要提供给 给对方 因为如果你全部都拒绝 可能比如说 228基金会 他可能要联络 当事人都没办法联络 所以呢 他要提供 那如果要提供的话 是不是 就是让当事人知道一下 就通知一下当事人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合作的关系 还是你们现在 全部都拒绝 或者说 初转会要跟你们 调下去联络 也说不行不行 请说明 刚刚有特别提到 只要是调用职权的机关 他来调用这些档案 原则上 我们不会做 任何个人资料处理 因为他的职权 是要做调查 所以这个部分 我会提供 然后如果是 其他公务机关 目前我们 有一些公务机关 会大量的来使用档案 例如说 要做口述历史 或是要做研究展示 像人权博物馆 还有一些 少数的研究机构 我们会要求 他就是直接做 这个合法使用 合理使用的 这个保密拒绝 就是这些资讯 我提供给 但是你一样 因为我们是政府机关的 协作机制 既然档案局看得到 你看得到 一样就要遵照 法律对于 个人资料的保护 所以我们会要求 这个来函的机关 必须注明 他会遵照 法律上的要求 去做合理的使用 这些相关的资讯 所以也不会做 这个遮蔽的处理 那确实 要我们实际上 实际上去问当事人 我们目前实际上 已经遭遇很多的困难 所以如果文字列在这里 其实没有实质上的 怎么执行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 从近几年来 我们有做 私人文书返凡的处理 我们要还到当事人 那个一定要找到当事人 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 找了护证单位的协助 小委会的协助 找不到人 可是那个成本 会要很大的成本跟时间 不太能够符合跟满足 外界需要 这个使用 这个档案的依据 所以是不是建议 这个条文能够 请委员在斟酌 了解啦 就是说 虽然说你要 你要说我自爱男行 至少你要去试过 对不对 才是自爱男行 但是我要去试的这个过程 就要花好大力气 那通常会有结果的 可能比例很低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 这个 就像局长所说的 当我要把这个文 这个书信交还给你的时候 我当然必须要找到人 但是我只是 要去通知到你 那我 这个信要记得出去 我当然不用等到你回复了 但是我至少要把这个通知 要能够记得出去 好我不坚持了 好 我们第十二条 游委员提案的第十二条 林郡县委员提案的第十二条 非公务机关向书面 向这个政治档案的保管党委提出 保档案应用的申请 麻烦请党案局说明 目前政府机关的戒调 他们的研究目的 我们对于研究的需求 有做专案更放宽的做法 但是其实 政府机关来戒调的档案 是不限于只有研究目的 本来就可以在 这个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上 就是相互之间是可以提供的 所以在范围上面 可能不是只有以这个研究为范围 另外如果是非公务机关 我们目前它可以用的条文 就是第九条 非档案当事人 它这里就会包括一般的民众 跟私立的学术研究机构 等等来申请 它就可以用第九条的 这个规定来提供 那另外就是 对于副本提供阅览的这个规定 刚刚有说明说 在现在的 施行细则跟国家档案开放用要点里面 已经有相关的规定 这边可以不用重复的规定 以上 好 如果委员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 有委员提案第十三条 林委员提案第十三条 都不予采纳 请看 有美女委员 跟林俊宪委员 两位的各自的提案的第十四条 好 请答案局说明 这应该都有规定了嘛 对 相关的规定 我们其实在刚刚讨论的 第八条跟十二条已经分别有规定 那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部分 我可以再补充说明 就是委员里面有关心跟计算 这个提供档案的这个时间啊 有用这个死亡年或是生成年来做计算 什么时候可以给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那因为档案里面其实人很多 如果你要计算谁生谁死 其实那个复杂程度跟时间点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目前在第八条的设计上 就是依照这个文件 这个致辞七十年就不做任何的保护措施 就用不分离处理的方式来提供使用 那在没有借银这个个人资料的七十年之前呢 我们已经有引进了这个新型阅览操录 然后后复制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可以让档案更加开放 那相关的这个特种各自呢 我们也会依照这个规定在七十年的保护期限里面做分离的处理 所以委员的这个相关意见 应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行政院版本里面 应该都有做处理 以上 好 如果大家没有其他意见 我们由美女委员提案第十四条 林军委员提案第十四条 林昌卓委员提案第二十三条 均不许采纳 请各位翻到第七十一页 林昌卓委员提案第二十四条 林昌卓委员提案第十四条 因为前条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 这是对于特定的这个政治档案的申请 还有申请人的这个身份的规范 档案局要不要说明一下 目前委员的这个内容 其实它的限制事项 可能比我们现在在前面讨论的版本的限制事项 可能还要多一点 我们目前因为 其实只有所列的那个三款 是这个要做限制 那另外也有定最晚的开放年限 那相较而言 应该可以符合现在委员的 所担心的事情 另外就是委员这边有提到 就是私人文书的这个 提供是要在所有人死亡之后 才能够开放 但是其实私人文书 它还有继承的问题 所以这个文字上面的处理方式 我们建议是 就让我们现在用最晚的 这个文件展示 70年之后这个概念 来做处理 可能会比较清楚 如果 如果你觉得这个条文不需要存在 我们就不要处理它的文字了 对不对 好 林昌作委员提案24条 故意采纳 请看林昌作委员提案29条 请问党案局的意见 这个内容上 在现行的实行细则上面 已经有规定 建议这边可以不必重复 好 林昌作委员提案29条 不如采纳 请看 73页 优美女委员提案第15条 林俊仙委员提案第15条 林昌作委员提案第30条 好 麻烦请答案局说明 里面仍然有这个通知当事人的 这个意志 那说明 刚刚已经说明过 是同样的这个考量 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准博应用的时间 所以建议 相关的文字是可以保留的 那另外如果说 申请人对于我们 档案的准博应用 有意义着 依照现行的相关的法律 他就可以循行政救济的方式 来提起 书院或是行政诉说 那我们 在这个条例里面的实际条 也有争议事项的处理 所以建议在这里 可以不必 另外的规定 以上 应该说可以保留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用 就不需要 对 你讲直接一点 不然我会搞 我会听 我会搞错意思 好 如果没有其他 来 邮委员 这里呢 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 就是说 他可以要求 那个筑记 那如果说 他根本不知道 就是说 政治档案里面 有我的资料 那我的资料 都已经把它 全部都公开出去了 我是从别人那里 才知道说 原来你是两杯啊 或是什么等等 那他要求 筑记 他根本不晓得 所以在这里 才会是说 是不是应该 你要如果要开放 对一些比较 就是 比较特殊的 这些政治档案处理的时候 开放的时候 是不是要让他有 表达意见的机会 给他一个筑记的 这样的一个 不然 我不太知道说 你们那个筑记到底 他什么时候知道 他要去做筑记 好 请答案去说明 要实质上的通知的困难 其实我刚刚已经说明 它确实有困难 因为那个 它上面留的地址 也未必是现在的地址 而且 人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国内 等等都有很多的状况 确实很难通知到 所以我们目前 规划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们在网路上 可以把这个 附券 以及开放应用的 这个意见的 这个相关的资讯 我们在网路上 给我公告 那将来 这个条例通过之后 我们的这个 目前手上现有的 因为我们其实 已经处理的 人民所影 大概有 超过十万笔 我们可以在 我们的网路上 做公告 但是 就是这个公告 应该就是 让资讯能够流通 或者是透过像 基金会 或者是民间团体 把这个资讯尽量的在 相关的业务跟接触上面 帮忙转出去 大概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处理 或者我们 现在就是 例如说在 试论文書返还的时候 还有个案 当事人来申请 答案应用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会 同步来询问 对于内容 有没有要开放应用 以及有没有 相关的意见 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是透过 相关的这个 行政的措施跟作为 来做补强 以上 好 优人 这里其实就发生 上一次那个 美丽岛事件的 这个档案 然后 后来就是 有几位去抗议嘛 然后就说 里面的这些的事实 是根本不符的 但是这些的档案资料 在一公开 对他们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他们也没机会 事先去看 或是做注记 所以在这里 就会变成是说 哦 原来你讲的 好像你看起来 你是被害人 事实上你还是加害人 什么等等 所以在这里 我不太知道说 对于这个部分 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 或是那个 促转会这边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来 请促转会 好 跟委员会报告 当然有委员提到的也是 我们现在在讨论 比方说监控档案开放 可能会造成的一些疑虑 所以我们对于就是说 那个 如何在兼顾 比方说行政的效能 然后但是又保障 当事人知情权的情况下 我会建议说 可能林军长刚刚已经说明 会去加强做这一方面的宣导 那可是这个关键 然后对那个档案 人民跟关键制索引的 再去强化那个边墓 那所以如何在宣传上 让更多人知道 受害者或被监控的 知道自己有档案 在档案局 可以去申请 加注那个复卷权 这个是我觉得 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所以 是要在条文中来明定 或是说让档案局 用什么方式来 强化这一方面的能量 这个我们就尊重 这个委员会的讨论 谢谢 道理说 这是档案局 也应该要做的工作 那只是牵涉到 你们的工作能量问题 但是呢 如果这个道理 用能量来做解释 因为它毕竟 当它的档案被 开 就是说它跟它有关系的 被公开了 那你让它不知道 这个我觉得 跟我们前面讨论说 被另外一个机关 跟你调阅拿去用 这个我觉得不太 不太 是个不对等的啦 如果在这个部分 我是会比较建议说 这个档案局要再研究看看 这个在程序上面 应该要更完备一点 所以 这个条文我们先保留 好不好 你们回去要研究看看 这个不要说成本很大 说人很多 自爱难行 这个要想办法 还是要让它能够周全 好不好 好请看第七十四页第三章的张明 我们就不宜采纳 这个 神委员我跟你商量一下好不好 因为 这个 我们有两位委员体验 它是有张 分张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那因为第一章 你把它保留了 我们第二章第三章 我们除了你说你也在场 你没有表示意见 我们就不宜采纳 都要保留啊 没有啦 我不是跟他说全案保留吗 不是啦 那我就有问过嘛 你没有人叫全案保留 你要一条一条保留 就保留啊 对啊 我现在 我现在是要跟你 征询说 是不是第一章那个张明 你就不要保留了 那我们就 你保留就保留条文就好了 那个张我们没有要留着 我们把它拿掉了 我们没有要定啦 没有要把它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如果我们要定的话 你保留我尊重 但是我们现在是没有要定 确定是没有要定 没有要定 那就没有问题 对啦 就台湾保留 那你张就不用就不用吧 我们那个第二章跟第三章的张明 就不予采纳 对不起 第一章的张明也不予采纳 好我们请看 邮委员提案的第十六条 跟林俊宪委员提案第十六条 请问档案局的意见 因为档案的研究跟教育活动 其实类型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 行政院版就是参采委员相关的条文 所以简化的文字 一列成第二条有关文化部 要会同这个相关机关来办理 档案的研究教育推广的工作 所以是不是建议这个 这个条文就不用再另立规定 以上 我不坚持 好 邮委员提案第十六条 林俊宪委员提案第十六条 都不予采纳 请看第十七条 邮委员提案第十七条 还有林俊宪委员提案第十七条 这个我看也不予采纳了 好请看第四章张明不予采纳 第十三条 行政院提案第十三条 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审议的机制啊 但是这个就不像我们其他的委员的提案 还有一个委员会 就是你们 有遇到争议事项的时候 才有一个任务编组 找专家学者来审议 好这个部分我们保留啦 好因为跟其他爱情优元 因为这个部分上一次在讨论的时候 那那个 就是档案局这边是说 你们在档案 你们档案局有设有 这个所谓的国家档案的 这个什么审议委员会 那可是你们国家档案的审议委员会 跟我们政治档案的这个 审议的内容 或是说争议的内容 应该是不太一样 因为在你们的一般的 国家档案审议委员会里面的 专家学者可能都是对于 一般的档案他比较熟悉的 那跟说我们这个是为了 促进转型争议 而设的这个政治档案 那他的争议事实上是应该 具有这类研究 促进转型争议这方面的 专家学者来做 来处理 而不是由国家 一般的国家档案的 这些的专家学者来处理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是说 这个部分因为 在前面的条文 其实我们有设立一个 所谓的咨询委员会 那你们现在那个咨询 当然那个部分是保留了 但是我们会比较希望的 因为在 三次再讨论的时候 我们说希望设立咨询委员会 那你们回复是说 因为你们有一个 国家档案的这个 所谓的委员会嘛 那我们是觉得说 你们那个国家档案的 这个管理委员会呢 审议委员会 我是觉得 他跟这个 政治档案的委员会 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那个专家学者 那个属性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能不能你们 再回去考虑一下 看是不是要设立一个 审议的委员会 还是要设立一个 咨询的委员会 还是要设立一个 争议处理委员会 还是一个概括的 一个委员会 但是这里面的 这些的委员 一定要有研究 这些的威权统治 转型正义 这方面的 领域的专家 而不是一般的 档案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一般国家档案的 其实都是比较 一般的行政法 它的这些的概念 跟这个促进转型正义 它其实是一个 另外独立的 它比较是 偏向人权 这方面的概念的 专家学者 好 请局长 我想没问题 我们上次只是举例说 现行的这个档案管理局 是有设置 国家档案管理委员会 那主要因为 就是作用法 不能设置组织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不去讲 那个组织的名称 那委员刚刚期望 就是说 局里面将来有争议事项 去邀请学者专家 成立咨询委员会 这件事情没有问题 那现在的条文的设计上 应该已经可以 符合这样的需要 原因是因为 如果要解决争议事项 我们不会找一群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人 来做嘛 因为那样没有办法 要解决实际上的需要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上次应该可以 补充说明 就是说 或者是并入现行 或是我们另行 邀请这个 转型正义方面的 学者专家来成立 专属的这个咨询委员会 我们来做进一步的 争议事项的处理 那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那文字 文字是不是就不要修了 对 因为就是说 这个答案局一直在讲说 在作用法不能去包括 组织法的东西 主委啦 主委因为他 这部分他比较强调 对 那事实上就是说 所谓的 作用法 组织法里面在规定的 其实是说 他的组织里面 到底他有分多少组 每组有多少人 他人员的 他的层级 他的续心等等 那这是放在组织法 但是呢 在作用法里面 并没有说 我不能够规定 我要设立这样一个委员会 可是这个委员会的组成 譬如说他应该十几个人 譬如说13个人 那这13个人 他的组成 可能譬如说 里面必须要有 是不是应该要有 这个受难者的家属 或是说 他里面应该有 这个专家学者 那这个专家学者 他可能是需要具备 什么样的资格 譬如说他是 这个研究 这个所谓转型正义 这方面领域的 这个专家学者 或是人权方面的 这些的学者 那其实这个跟 所谓的组织法 里面的 那个就是说 他应该是什么 职等啊 他应该是续心 那他们里面应该 这个组织应该设立 有多少 就委员 这个 就是说主别啊 等等 我觉得这是两个不一样 因为这就像说 好我们在法官法里面 我们有法官评鉴委员会 我们一样是规定 法官评鉴委员会 里面的委员 有多少人 那他的组成 譬如说律师法官 什么社会公正人 是多少人 那这个也是一样 是在作用法里面 而不是在组织法 那组织法 就会有我们的 这个法院组织法 那里面就会规定说 里面的这些的人的讯息 那只等啊 什么等等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我当然知道 主委对这部分很坚持 不过 我们委员会 常常在审作用法里面 规定要设的 这个任务编组的单位 那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个折衷啊 就是 我们在 这个政治档案法里面 规定在档案局 必须要设 一个咨询委员会 但是他的这个设置 他的这个组成啊 由这个设置办法去定 这个我们就不定 我们只要求要 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 那人数 他的任期 然后他的条件 这个当然都不用在这里面定了 这个你们斟酌看看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保留了 所以我们当然这个 行政提案 我们第14条 我们也先保留 我们看能不能折衷 站在我本人的立场 我会比较支持 有委员的意见啊 因为 你有一个常设的 一个咨询机构啊 这个其实对你们来说 也 一方面我坦白说 因为他们是一个 常设的一个 咨询的一个编组 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 就会有责任 他们也会定期啊 会提出一些 有提出建议的机会 那否则的话 他除了被动的 你们遇到个案 去问他之外啊 他可能只 只会在 这个写文章骂你们 这个对你们来说 也不一定很好啦 所以跟他们 有一个定期沟通的机会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 你们规划看看啦 好我们接下来看 依仓作文提案第四章 张鸣不予采纳 请看行政提案第15条 好这个条文应该 是对于这个 一 违反这个 这要求要这个依法使用了 好第15条命令建造行政提案通过 请看 由美女委员提案的第20条 中间有一个 一个15条之一 不好意思 你有修正动议 征定15条之一 请宣读 请参议修正动议第5页 增定第15条之一 明知为由政府机关购政党 附罪组织或党营机构 所保管之政治档案 以毁气损坏隐匿之方式 或制定不堪用者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项之为罪犯罚之 提案人委员 由美女等 好请问党安局或者各机关代表 有没有意见 来请宣委员 那个15条要保留 我刚刚忘了讲 在看手机 15条保留 15条保留 就是行政院提案的第15条保留 第15条之一 要说明的就是 还是一样 同样的事情 这个把政党 还有所谓附罪组织或党营机构 所保管之政治档案 以毁气损坏隐匿之方式 或制定不堪使用 除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想这个就是针对 针对性的 为了国民党 针对了国民党 以及国民党的相关组织 来设定的法律很清楚 所以国民党还是表达 这个不可以立一个专法 为一个某个政党 或是在野党来设这样的一个恶法 所以还是反对 谢谢 好 谢谢 那党安局有没有意见 那这一条原本行政院版之所以没有订定的原因 是因为档案法上面针对非法销毁 或者是这个移交移转上的疏失 是有相关的处罚规定 同时促转会国民党法跟刑法等等都有规定 所以原本行政院版本是没有重复规定的 那目前委员提的这个修建版本里面呢 所这个处罚的这个规定 确实是比现在的档案法为重 范围是相关的差不多的 那因为档案法上面规定是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科这个罚金五万以下 那现在委员是用五年的这个有期徒刑 是比现行的档案法是加重的 所以如果说委员是确实是想在政治档案上 做加重这个处理的话 是我们没有意见 好 再请委员参作 我想邮委员会特别加重的原因是因为 可能政治档案比起一般的档案来说 它被毁损 毁气 损坏或者隐匿的 这个可能性或者动机会比较高一点吧 这个促转条例就有规定了 好 所以邮委员是您是觉得不用再定吗 当然在这里规定是会比较清楚比较完整 好 对 十五条之一 修正动议的十五条之一我们就先保留 那但是把它我们下次做 我们还会做对照表吗 不会 如果再调论 我们的协商的话就没有再 我们把这个对照表把它做进去 好 请看邮美女委员 提案第20条 邻居宣委员提案第20条 林昌作委员提案第23条 施行细则 这个施行细则应该是由 档案局来定了 对不对 但来请说明 目前因为我们是当成是 档案法的特别法 有些执行上的细则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 实行性能相关的法规都有了 所以我们原本在 行动原版本的规划是 不用不需要再订定 实行细则 直接法律通过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实行 可以加速 整个征集跟开放运用的时程 所以 行动原版之所以 没有列这个条文的主要的原因 是这样子 其实 當然你們可以先做 但是政治檔案因為我們 你看討論條文有這麼多 跟一般的這個國家檔案 其實不太一樣的地方 你們不需要自己去再定一個 這個作業的這個準則 或者是施行細則不用再定嗎 因為你如果照一般的 這個國家檔案的這個 這個處理的 你們的這個施行細則 有辦法來應付嗎 你們自己覺得 目前確實是 規劃上 因為檔案法已經施行十幾年了 所以其實在相關的法律 提供民眾使用或是機關使用上 都已經有一些模式在運作了 所以原本我們的規劃上 確實是不需要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能在現行的相關的法規裡面 去做補充或是另定一個要點 因為這邊定定的話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施行細則 那就會再有走一次 這個施行細則的這個討論 審定跟被查等等的程序 好 如果委員沒有意見的話 由命令委員提案的第二 由命令委員提案的第二十條 林俊憲委員提案的第二十條 跟林昌作委員提案的第三十三條 我們就不予採納 請看行政院提案第十六條 公布日 本條立志公布日施行 好 第十六條 請問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好 我們有 有意見 好 有意見我們就保留 現在我們有 現在我們有 有沒有附帶決議 沒有 那是臨時 這是臨時提案 請宣布臨時提案 等一下 我跟委員請教 主席請教一下 像譬如說那個林昌作委員的提案 我也認為都應該保留 你很多有保留 沒有保留 我也認為應該保留 還是說他的 我們已經都做過宣告 都做了決議了 你都要保留 我們的都已經 他都不予採納了 你為什麼要保留 好 謝謝 好 跟委員會報告 行政院行情審議 正正檔案法 正正檔案條例 草案等四案 已經閉案處理完畢 本案審查完 據你 據審查報告 提醒用意的公爵 本案交由黨團協商 用意討論時 由召集委員段一康說明 條次引述條文 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 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好 現在請宣讀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 一 請行政院於三個月內 修訂文書處理手冊 訂定公務機密之保密年限 並進行法制宣導 要求政府機關各機關構 不得濫用文書處理手冊 將其所管之管有之檔案列密 政府各機關構管有之政治檔案 包含移轉檔案管理局者 若有保密於三十年而仍列為 一般公務機密者 政府各機關構應於二個月內解除機密 前述情形若為其他機關構列密者 應含請其他機關構於二個月內解除機密 提案人委員油美女等 臨時提案二 內政部警政署應於三個月內修訂 警察領選第三人收集資料辦法 以符合國家機密保護法制規範 提案人委員段隱康等宣布完畢 好 請問各位同仁對於臨時提案 有沒有意見 有意見 來 省委員 請說明意見 沒有 我要想 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 你這兩個提案跟這個法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它這個不是附帶決議 它是我們這個委員會的臨時提案 跟法不相干 跟法不相干 對對對 這個我們法的 對 條例的處理已經處理完了 我們現在是處理臨時提案 對 我對這個文書處理手冊 這個就是剛才大家委員一直在討論了30年 人認為一般機密 這個是你兩個月內要解除機密 我想這個還是要 還是我有相當的疑慮了 所以我想這個案子保留 然後第二個就是警察的 這個領選第三人收集資料辦法 這個部分也是 就是說要符合國家機密保護法 要三個月內 要警察署上的院內修訂該辦法以符合國家機密保護法 這個部分是不是還要讓這個政府機關有所討論啊 你在這個地方就給它下三個月 是不是時間上有所太太短了 所以我也予以保留 好 等一下好 我來一個案一個案處理 這個我跟省委員說明啦 因為政府的這個機密的文件啊 他要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 來做核定 那行政院的文書處理手冊 他是處理他的文書 在處理文書的時候的一個作業原則 他的文書可以列密等 就是這個文書是密件 但是呢 他這個密件等到他的條件消失之後啊 他就不再是 你譬如說我剛才舉一個例子 譬如這個是一個招標文件 但你這個標案完成之後 他的招標文件他是密件 但是你這個標案已經完成了 他就不再是一個密件了嘛 那但是呢 你本來有一些檔案是應該根據 國家機密保護法去核定 說我這個要保密五年 十年 三十年 結果他就 這個便宜行事啊 他就是走後門啊 他就找了 這個來作為他 應該列為 國家機密的 他沒有列為國家機密 他就列為文書的列密等 他那因為這個列這個密等啊 他是沒有解密的期限 所以他就造成他這個可以變得 沒有期限的這個列為密等 那其實這個是不對的 你應該要照依法律來核定機密 結果你沒有做 所以要他們去檢討 這個並不是說 他就自動解密了 而是說你要趕快去檢討 然後要把它重新的來做核定 恐怕你誤解這個意思了 好 這個臨時提案 是不是請宋元可以接受 我們就照郵委員的提案就通過 我還是有一律 以兩個月內解除機密 還是寫得很清楚 一於兩個月內解除機密 因為這東西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在保護任何一個人 沒有在保護任一個個案 或任何什麼機密 該要解密就該解密 應該是給政府機關有一個 這個檢討的時間 也讓他能夠提出一些檢討的辦法 而不是我們這裡用一個 這個提案裡面 要他兩個月內就要解除機密 我想這個也太為難公務人員了 而我們也相信 該要解密也是真的該解密 我沒有去擋這個意思 而是說這時間也太為難公務機關 所以我還是認為是有些疑慮 那至於那個也是三個月內 該修訂這個辦法 可能時間上也是太倉促了 好那如果有來及優言 我們是讓聽聽公務機關的意見 沒有代表來了 今天檔案局第一案 那等一下那是第二案 我們再處理第一案 因為行政院沒有代表來 好 我們不然就有一個 因為行政院沒有代表了 所以我們能不能這個 優委員這個提案 我們做一個文字上的一個修正 我們在上面前面寫 建請行政院 因為上一次前天的這個會議 這個陳主委也答應說 回去向行政院反映 他也認為說 在這個文書處理手冊的 被錯誤應用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就建請行政院 於三個月內評估修訂 三個 行政院評估於三個月內 修訂文書處理手冊之可行性 所以 秀委員我們把它改成就是 請他評估啦 評估可行性我可以接受 他如果評估可行 今天也不是我們指正 但我還是比較客觀的 你讓我講完啦 那因為行政院今天不在 行政院說不定在 他就說我做得到 那我們就 就請他做了嘛對不對 因為他行政院沒有代表在 我們就請他去評估這個可行性 然後他絕對應該可以做得到 那他就要做了 好意思是這樣好不好 好我們修正後通過 好 好這個臨時提案二請內政部 這位請警政署說明 拿麥克風講好不好 好 八委員有關於 這個臨時提案二 警政署沒有意見 謝謝 謝謝 主席 主席我想請教 警政署今天來的成績是什麼人 神委員我跟你說明一下 警政署是什麼成績 神委員 我真的沒看到警政署 今天來的人員沒看到 有啦 內政部警政署秘書是副主任 有警政署的科長 警政署秘書副主任 神委員 神委員 我提這個提案之前 跟警政署先征詢過了 好不好 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引致那麼短時間 叫人家做這個事情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正在跟大家做一個說 我們大家共同討論 沒有要阻擋任何事情 你是不是給他們一個 研究時間就好了吧 好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提案的目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根據一個警察 領選第三人收集資料辦法 這是一個行政命令 來做這個 由分局長來核定 及機密的文件 這個其實啊 第一個 他的核定的這個層級太低 第二他僅根據一個行政命令 就是叫做警察領選第三人 收集資料辦法 他沒有任何法律的授權 是要求他修 要去處理這個部分 那警政署呢 也認為說他們在三個月之內 他們要處理 那當然啦 如果委員有意見的話 我們來做一些文字調整 我們會自己來跟警政署 來做溝通要求 其實就還是跟你剛才那個提案一樣 三個月內要檢討 要檢討 應於三個月內 檢討該辦法 是啊 檢討就好 那至於他怎麼改 好啦 讓我說完好不好 你讓我說完 最後一行 從原始內政部警政署 應於三個月內檢討該辦法 以符合國家機密保護法制規範 好 要希望它合法 好 如果大家面對見 我們就修正後通過 欸 主席我再請教你喔 你剛剛第一案的那個 那個賤寢是整個全文都賤寢 還是只有第一段賤寢 第二段沒賤寢呢 全文啊 全文賤寢阿一 全文賤寢阿一 我們希望他去評估 我們希望他去評估 以下這個提案的可行性 好不好 那這樣可以可以 好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散會 謝謝大家